今天我们又在打这个篱笆墙了 看一下 昨天经过我们一天的努力以后 已经出成型了 今天就是要再给它美化一下 老爸那边还有没弄完的在打刷 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给它弄上去 走吧 波哥是工具齐全啊 哈哈哈哈 是工具人不 你这样你这样带我去后面给你揪螺丝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斜着的 等会再斜一边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花一样的 是吧 波哥 菱形 要顶到旧轮子去慢慢 哎 哈哈哈哈 你存吧你 你那个得抢了就得了 对 不算了这个也累 这个累的了吗 对 哦 你还不去管住吗 哈哈哈哈 你去搞 还可以站下滑 要下跌 那一会一会到天啊 你可能没酒啊 一个人就得你满酒 嗯 我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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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好好 看这关照 所以好做事啊 好我就是给上这个罗帽的 给你做助手啊 跟伯哥两个人盯了两个小时啊 就弄了这么长 这还是个半层皮还没弄完 这是从外面看的效果 再到里面就看一下效果 里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好多啊 这是个大工程 伯哥你打算几天把这个竹驴巴盯完啊 反正不急慢慢来 慢慢弄 这几天不下雨就是蛮好搭的 如果下雨的话就没那么好弄啊 我就是这样打下手的啊 伯哥就是上面打钻的 打口 这个竹驴巴一搭起来 别说真的很好看 哎呀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田园生活了啊 到时候这么大面积 中彩每天都要这么玩的事情 看我的手拧螺丝拧的 可以了吧 木槿麻黑的 伯哥 这样的竹驴巴我们穿第一家就是我家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成品的一小部分啊 才弄了一点点就是这个样子的又结实 感觉外面的鸡啊鸭都进不来了啊 接起来很费时间 但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今天就先弄这么多吧 没弄完的就明天再弄 现在已经到了接娃放学的时间了 要过去接娃 今天是洋洋期末考试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 看看他 这次期末考试成绩怎么样 接下来再工作个两三日 我们就基本上能看到成品哦 好期待哦 今天就 接下来